那这个非常危险是跟警方发生了追逐 这是呢在这包括了台中市这位理性少年 日前呢骑机车在康姓女子回家途中 因为两个人都没有戴安全帽 结果呢遭远警呢骑机车 追逐了十多分钟八公里的路程 没有想到这少年因为失控 撞上了路旁的车辆摔车 而康姓的女子也受到重伤 结果康姓女子呢前天因为多重器官衰竭不治 而康姓女子现在家人非常的生气 打算呢对少年来提告 现在理性少年妈妈呢感叹表示 该负的刑则他们会负不过 不懂呢警察为什么要追逐 而警方也澄清说 远警执行的过程当中都是符合规定 如果警方呢认为还有调查的必要 警方也会积极配合调查